上个视频为你们做了减脂期也可以吃的麻婆豆腐 这期视频为不爱吃辣的宝贝们 做个鲜香入味 纯齿流香的海苔照烧豆腐 北豆腐切长条 用海苔裹上一圈 我们再来调个简单的照烧汁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搅拌均匀 锅中喷油 先将豆腐四面煎至微微发黄 盛出备用 再把调好的料汁加些开水 一起倒入锅中 将煎好的豆腐放入锅中焖几分钟 让豆腐的四面充分入味就成功了 真的简单又好吃 宝贝们快去试试吧 这样做的抹育面真的是绝了 太好吃了 这一大盘才100多卡路里 特别适合作为减肥平台期 或者清断时日的晚餐 以前买的抹育面有股味道 不太好吃 而这个抹育面 热水焯一下 几乎没什么减味 再配上浓浓的番茄汁 简直太幸福了 等等别划走 作为负责的营养师 还要给你们个小提示 抹育虽然热量低 但营养密度也低 一星期吃两三次就可以了 可不要天天吃哦 宝贝今天分享几个 能让你瘦十斤的好习惯 最后一条可能让你暴瘦 第一 饭前半小时喝300到500毫升温水 第二 吃饭的时候每口饭多嚼十次 第三 吃饭先吃蔬菜吃到半饱 再吃其他食物 第四 饭后半小时内不要坐下 第五 吃饱了就立刻离开餐桌 第六 没事多照照镜子 给自己点减肥的动力 第七 每天喝一杯牛奶 第八 来找方可 减肥要管住嘴 吃对吃好才能瘦 很多人误以为减肥就是不吃主食 生生饿了一个月 确实能瘦几斤 可是身体很快就扛不住了 情绪低落 皮肤黄 掉头发 头晕眼花 实在坚持不了了 只能继续吃 这一吃不但减下去的体重反弹回来 还有可能得上暴食症 比以前吃的更多 体重彻底失控 从此对减肥失去信心 整个逻辑全错了 管住嘴就是让你选对食物 合理搭配 不结食 很多伙伴用我分享的食谱 一个月吃瘦十斤八斤 从头到尾都是合理饮食 整个过程不挨饿 不受罪 如果你想健康瘦 就来找我领食谱吧